我覺得其實超過了我前一年給自己的一個期許 對 所以超過的這一部分我把它總結為感謝 感謝 對 因為這是多得的 其實這是一份幸運 所以就好好珍惜這一年的收穫 然後明年繼續置頂一個目標 然後踏踏實實地走下去 掌聲 掌聲送給鄭家 我覺得我們有沒有想到鄭家會說 超出的那一部分都是感謝 對不對 對 那大範圍預測一下 接下來明年最想給自己取的一個關鍵詞 或者是一個大的一個方向是什麼 順利 順利 很好 很實在喔 對 我其實一直在 我其實一直特別想問你這個問題 因為今年對於鄭家來說是非常 一年給自己的期望 這年有沒有做到 然後再列一個表示 自己這一年的不足 跟這一年的突破 然後再列一個表 是明年你自己給自己的目標 和你自己還需要進步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大綱只要列出來之後 細節就往裡填嘛 其實就會很清晰 因為很多人在寫總結的時候 找不到地方落筆 但其實我是覺得從大綱先入手 哎 我怎麼變成一個角度 我覺得 我其實一開始想說你送一點祝福給他 然後你真的要來個 其實比較麻煩 然後打開GPT 然後分兩列 好 對 其實就是大家明確自己的目標 然後哎呀怎麼還是 不對 祝大家今天開心 哈哈哈哈 好 我先見到你了